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要挑战12682 这个一个所谓的历史高 那会不会来 你看整个台股的一个筹码面 以及量价的一个结构 你就知道 建高不是高 建压不是压 这是今年度台股的特色 在整个一个台股上涨过程当中 你看到融资有 一样是在1400亿 非常稳定的筹码现象 加上量的 今天台股的大涨创新高 成样不过1200多亿 有没有爆量失控 有没有超过1500亿 1800亿的一个失控量 都没有 所以这个盘 安心的来跟我做多 千万不要 因为台股来到万点 你就认为它一定要崩盘 它就一定要反转 没有这样的条件 以往台股来到万点 为什么容易反转 当时候成这样 多两三千亿 爆量失控 出货光了 当然会下来 这样之前来到万点 那个融资预额大概都4000多亿 所以现在的盘是 没有这样的条件 你就安心的 大胆的来跟我低接 这个盘我做过很安全 很健康 你不要做错方向 大盘给你是个方向跟策略有 方向是多头 跌下来要敢买 是不是 我已经跟你讲过台股的支撑 是越电越高 9000点上移到9500 上移到9800 现在台股的支撑 已经来到1万点的铁板支撑了 所以今年度的台股呢 就在1000点以上 是一个常态走势 它回不去了 它回不去了 希望我们对大盘的一个筹码面 跟量价结构分析 所带给同朋友是正面的一个思考 所以这盘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啊 上礼拜我稍微短暂性休息一天啊 今天呢 开个小低盘 又拉上去了 今天为什么会开小低盘 因为台积电除息啊 除息了7块钱啊 结果今天马上涨回5块钱嘛 一开盘除息下来 指数当然会开低啊 开低之后 也没有拉上去 这你看到台股筹码面 越来越稳的一个现象 它看回不回 它在嘎空头 也在嘎空手 你千万不要不行动 因为我说过 台股的指数越跌越高 你会看到很多档的股票 它的一个波段走势 越来越凌厉 三成五成以上的上涨 个股会越来越多 你已经看过太多档了啦 台积电 大力光 包啊 大牛的鸿海 有没有超过三成 有没有超过五成 包括我们之前 推荐给你的可乘 维生 这些股票 有没有三成五成以上的报酬率 所以你看到 台股的一个强力的一个波动 所带给你是做多的一个利润 相当可观 而且做多 真的是比较容易赚到钱啊 顺势而为嘛 这是你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嘛 我们台有一个 一句话啊 顺风才有那么多钱嘛 你逆风 对你来讲风险相当高啊 所以今天台股 来到波段新高 我希望你手中的股票 一样会大涨 一样会走高 今天这档 康控 来到151 再创新高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档股票 我们如何创造 七成八成 将近一倍的报酬率 当时候 3月24号 康控 我说2月营收成长率高达114% 供需量出来了 要走喷出段 当时候最低92跟我开始进场 有没有喷出 喷出来到141块钱 4月5号 赚了53% 我停力卖出啊 138的卖点 这都跟你对时对价了 所以第一个波段 赚了53%嘛 所以呢 强势波动的股票 八栋点没有买没关系 当他回档修正 来到整理末端 5月26号 他跌啊 我告诉你支撑进了 这你要再度 把握的一个上车位置啊 请好是专门帮你抓转折 上次高点138有卖 接下来5月26号 打到支撑 平板一下 120买进买回 这5月26号的动作啊 那5月26号 120买进买回之后 股价往上走高 来到6月22号 当天大盘跌了89点嘛 我不是告诉过你 康控 趁大盘几点 129再提接 对 当天你所看到大盘很恐慌啊 但我所给你的策略没有改变啊 我说今天的台股呢 非常的强 支撑越定越高 只要大盘敢几点 我就喜欢带会员买 反市场上的一个操作 当然是建造股票回档修正 哪要支撑 要敢出手啊 我讲的跟做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到康控 这两次的买点 一次是120嘛 平板以下 一次是129 还是平板以下嘛 降低会员的风险 利润 你当然会看得到 因为隔天6月13 来到11.5嘛 我138停力卖出 再度的卖 很巧啊 两次的卖点都在138 我有卖对 我们所给你的光是这两波段啊 基本单哦 超过七成啊 我都没给你算什么加码单 也没给你算什么价差 都不用 光是这两波段 至少70%的利润 所以整个康控呢 6月13号 逢高做卖嘛 因为前波高 有压力没办法突破 我先卖一趟 那隔天6月14号 你还记得当天台股呢 盘中跌了94点 还记得吗 就这一天嘛 6月14号啊 大盘跌了94点 当天的康控 盘中有压回啊 我在6月13号 这一天嘛 卖138嘛 隔天压回 一天就收缴止跌了 我们告诉过你 该接回就要接回 因为他很强啊 修正一天叫止跌啊 这不是下引线吗 止跌之后 这个低档 有没有被跌破 一直没有被跌破嘛 所以我至少提供了 你两三次的一个看法 跟操作经理 我说 6月14号 当天的台股 急杀对不对 但康控呢 杀下去 马上收缴止跌 很快哦 所以我已经讲过了 这档控该接回就接回 6月14号 当天的大盘盘中跌了94点啊 控控修正一天就止跌 134附近接回 11点12分告诉会员啊 经过三分钟 股价几块钱 134你去对时对价 134保证一定成绩得到 就是因为看到我 一档股票下来马上收缴嘛 这是我14号 15号已经告诉你 看盘 关盘的重点啊 所以呢 该接回就接回啊 134接回 接回之后 其实这边都还有135让你买 没有错吧 因为这一个收缴止跌位置 最低点一直没有被灌破嘛 所以他算很强势 今天的一个控控股价 已经来到151再创新高 漂亮吗 这样有没有超过八成 前两波段一个操作 这边53% 这边一小波20%嘛 那这一波呢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 134到今天151也十几块钱了哦 也相当可观哦 所以你所看到的今天康控股价 来到波段新高 代表青龙老师选的股票 基本面市场上认同度真的很高 因为你今天又看到 康控的利多消息 康控持苹果嘛 第三季营运长田桶 里面的一个内容你继续看 其实这个重点 我老早在3月份4月份布局 就跟你讲过了啊 康控当然是苹概股啊 当时候给你介绍的时候 2月元收成长了114%嘛 我已经跟你分析过他的基本面 一直在成长 没有错吧 2月元收114% 接下来41%24%到55%嘛 没有错吧 所以我介绍股票基本面会一直往上成长啦 iPhone 8防水商机 他当然是苹概股啊 我在3月份就跟你讲过了啊 不是今天报纸上有利多 我才来跟你推荐康控 不要今天报纸上有利多 你才知道庆隆老师的好 你才知道康控今天应该要去追 不是这样做股票 不是这样做股票 你今天看到利多去追康控 那万一明天又震一震呢 你马上要套耶 所以我们之前在这边就提醒过你的 要利用大盘嘛 当时候 6月14号 大盘盘中跌了94点 来到1033点 我们告诉过你 大盘 这波的回挡已经快要接近300点了 因为我刚好来到 9900到1万点 这个短线的铁板支撑区 我跟你讲了几遍 你有没有听下去 所以当天6月14号跟隔天6月15号嘛 这两天都是一个很好 最好买股票时期啊 我希望每天所提供给你策略 你都可以听进去 而且可以立马做下 所谓执行的动作 因为那个买卖点 盘中稍纵即逝 所以整个一个操盘的节奏 这个盘 当然是轮动轮涨 轮动轮涨 希望投票 你可以做出漂亮一个身段 漂亮的动作 该接回就接回了 没有错吧 134该接回就接回 跌不下去的收脚只跌嘛 今天创下波段性高 那至于这党维生我就没有接回啊 我当时候 在这个位置有拔党了 那从 4月17号开始买了维生 这样子的一个波段性的操作 超过100块钱 累计的报酬率超过100块钱 那维生为什么不接回 为什么这边 不接回的动作 卖这一天嘛 那这边为什么不接回 这个量人 叫做退潮 我常跟同朋友 讲一个量价结构的重点 什么叫量价价型 有量才有价嘛 所以维生的一个架构 它的一个缺点就是量 跟不上 量跟不上 代表量价不对称 高点该卖我就会卖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所以呢 维生我就没有做 接回的动作啊 少赚这一段啊 没有错啊 少赚这一段啊 所以 我们是 按照 几率 在操作的 一档股票 它有什么样的形态 它有什么量价结构 该进场 我们就进场 该退场 我让带你全身而退 这档维生 在4月17号 底部非常完整 攻击量出来的 基本面赚你股本嘛 所以从270开始买的维生 大赚一波 来到6月7号 362停力卖出嘛 累计的报酬率 超过100块钱哦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特别挑选两档股票 它的一个基本面 当然不在话下 健好是选的股票 品质的保证嘛 我说它的一个形态 跟4月17号的维生一样 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完整架构 而且出现攻击量 这两档股票 今天当然会涨啊 今天大毛去百几点 我们选的股票 今天当然会顺势而起啊 所以在上个礼拜四 我说这档股票啊 5月营收今年度的新高 大抵完成 突破警线 四为其涨 我说会有破断 因为攻击量也出来了啊 跟当时候4月17号的维生 形态量价 几乎一模一样啊 而且它刚突破警线 我们告诉你 四为其涨 接下来它会怎么涨 我说中期的目标 至少会有这一段的一个 涨势啊 从警线往低点一梁嘛 等据测乎就是它未来目标价 所以我认为前波高点不会是高点啊 因为这个等据测乎 会越过前波高啊 所以我在上礼拜四 特别告诉你它会有破断行情 维生 那我们会赚了100多块钱 难道不是破断利润吗 所以这场个股 如虹啊 上礼拜四啊 礼拜四我说要买 礼拜五 我一样邀请你要进场 我一样邀请你要进场啊 上礼拜五给你的分析 我说没有改变啊 这两天都是很好的一个买点啊 今天如虹 有没有拉出去 今天如虹 大涨13块钱耶 对 上礼拜这个位置 是不是很漂亮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个如虹 来看一下上礼拜四 股价收盘收在359 我是买在358附近 我们来对时对价 上礼拜四 12点49分如虹啊 五月营收新高 大抵完成又突破警线 358以下就买 经过一分钟 股价几块钱 357啊 你去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买得到啊 基本面的分析 形态的一个分析 跟我上礼拜四 电上所讲的内容 有没有一模一样 我就买在358啊 我不会在最低点画个圈圈说买最低 因为这件事我做不到 因为会员在看我的节目 在跟我对时对价嘛 我就是买在358啊 是不是 今天如虹呢 股价 涨了13块钱 来到波段高 已经来到373了 这样有没有十几块钱 股价一定是突破警线下去买嘛 对怎么可能买在上礼拜四的最低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动作啊 所以接下来一个如虹 我说过钱波高不会是高点 因为我选的股票基本面很强 技术形态呢 景线到低点283.5 这是一个等距测幅未来如虹的一个 涨势的一个波动啊 会不会的啊 这边到景线啊 看多少价格的差距嘛 再从景线加上去啊 这是未来他的目标价嘛 会不会过钱波高 会不会过钱波高 一定过钱波高嘛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上礼拜 我用心挑选了这两档股票 就希望同名啊 不要因为台股来到万点了 你就认为这个盘要反转 他没有反转的条件 今年对的台股在一万点之上 会变成常态的走势 因为他支撑是越定越高 他那个筹码跟量价温和的形态 让你不得不做多 顺势而为容易赚啊 真的啊 这拨啊 你会看到很多党的股票 越来越会涨 很多党股票 它的一个涨势 都会超过三成五成 会越来越多啊 因为指数越来越高啊 12682会是高点吗 不要想太多 有低点好好的来跟我买 这是我上礼拜 对很多朋友 来到万点的台股 你会很恐慌 你会摸不着头绪 我特别挑选的 类似底部形态 比较安全的肌肉股 让你来跟我布局啊 谁说 现在来到万点 没有刚发动的股票 如虹难道不是其中一档吗 上礼拜四啊 虽然我有把股民遮起来嘛 但是我说过啊 至少金老师 会把完整的K线哦 全部K线让你看哦 我有介绍到基本面哦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啊 所以上礼拜四 如虹 我说会有波段啊 在上礼拜四 之前你去买的 你会等很久啊 搞不好还被洗掉嘛 所以当上礼拜四 突破警线四围起涨的如虹 你要跟我买啊 就买在358 尾盘收359啊 我说会有波段啊 没有错吧 358买完之后 今天涨了13块钱 今天如虹已经来到373啊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肌肉股 它的一个未来的波段走势 该如何掌握 希望你跟紧一点 另外一档 一样是底部形态的 礼拜三告诉你的啊 这张股票基本面一样新高 你看这个底部跟量价 跟当时候4月17号的一个维生 有没有一模一样 多是大底啊 多出现攻击量啊 基本面又很棒啊 上礼拜三这张股票 现买现赚耶 因为底部那么漂亮 出现攻击量啊 那重点是礼拜五 当然回档修正 趁回档还是买啊 上礼拜五的大盘 黑街棒啊 黑街棒啊 有没有股票可以买 上礼拜五这档基友股 趁回档还是买啊 结果呢这档股票 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当然是红的啊 所以在目前台股多头的行情脉络当中 我希望你顺从趋势 跟对趋势 我给你股票 相信那个波段走势 你只要跟紧一点 庆尔老师一定负责帮你带到 谢谢大家 再会到前面一个现场 成功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成功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功同步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成功同步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素贾专线 022 2752 5868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牌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带手受用无穷 即可不达入区春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2752 5868 这次是最佳利器 对维生股票来讲 很漂亮一档股票 赚你股本 然后底部完整 当天现买现赚 你200基跟我买的 到6月7号 362 停力卖出 这完整的一个操作 超过100块钱利润 所以我在上礼拜 特别精挑细选的两档股票 不管它的形态 跟它的量价 跟当时候4月17号的维生 非常的雷同 所以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成功的事从无做 你就会是赢家 成功的经验 来复制庆老师所带给会员的 颇段式的获利 所以如虹 是上礼拜 其中挑选一档GOC的个股 上礼拜是大抵完成了 突破颈限 攻击量出来了 所以我说会有波段 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上礼拜四的如虹 358以下就买 当时候价格在357 你继续对时对价 所以如虹上礼拜四买完之后 其实礼拜五 你当然还有进场的动作 上礼拜五 我一样跟你分析这张股票 我说这几天 都是你上车一个很好的17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 358附近都可以买 今天如虹呢 大涨13块钱 今天如虹呢 已经来到373了 买在关键系的转折 一档股票 只有赚十几块钱吗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就结束了 因为突破颈限 四为其掌吗 他会涨到哪里 仅限到低点的位置 一两往上加上去 就是他未来目标价 如果我这样讲 你还听不清楚了 欢迎你直接跟金老师合作 我直接带你进 直接带你出 这样比较干净俐落 我的操作不喜欢托尼带水 你应该知道 我的一个操盘的风格 所以呢 除了如虹 是我们上礼拜 精挑细拳的一档 底部 刚发动的机油股 还有一档 也是一样 五愿收进入新高 一样是底部啊 当天供给量没有出来 现买现赚啊 重点是在礼拜五啊 上去之后回档啊 涨股票 我一样告诉你 还是买啊 上礼拜五的大盘 稍微休息一下嘛 还是买啊 买了今天会涨啊 那未来破断议论 我邀请你一起来把握啊 所以在节目的尾声 我特别再给他们推进一档 半年报集团的作战股票 现在已经快六月底了 这礼拜即将进入 半年报作战的尾声 有些股票在此几天 会突然的冲出去 这是以往的一个操盘经验啊 所以这档半年报 而且是集团作战股票 形成一个双底形态啊 这要左脚嘛 这要右脚啊 右脚比左脚高嘛 即将发动了耶 加上他的充满面 非常稳啊 融资在低档 所以呢 符额非常轻 只要有特定人士点火 法人圈在作战 他在这里拜 很容易就会大涨冲出去 这我今天节目的尾声 所要提供给你一档 八年报集团的作战股票 请同朋友务必要把握 多多行情 您已经看到 指数是一再的推高 秦老师选的标的 基本面 是品质的保证 希望未来波段利润 你都可以跟我同步来掌握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需要帮忙的地方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上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语 神圣语